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介绍十件颜值最高的外套之前先来介绍我身上这一件刷毛的外套好了 大家看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好搭配而且很实用呢 其实它是用尼龙再加上刷毛的拼接 这是来自UNIQLO跟WhiteMontaneering联名的外套 那WhiteMontaneering如果大家有看我的UTV应该会知道设计师向泽先生是我好朋友 之前我曾经在巴黎时装都还专门到后台采访他哦 请看一下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当时呢我记得还有这个Barber的联名款呢 我也跟他一起合作了讲座所以我知道他非常喜欢outdoor 非常喜欢一些机能性所以他会把一些登山峰的东西呢放到这个元素里面 现在很流行野营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要野营或者是外出好搭配的话 WhiteMontaneering的这个刷毛外套也是必被动 高颜值的第一号外套呢就是我最爱的英国大牌Burberry 他在今年2021秋冬所推出的秀款 这款呢由Ricardo Tichy他设计的短板流苏高羊皮的风衣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短板 因为今年如果你要穿出流行短是很重要的 那短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可以让你的腰身往上移 看起来腿就会比较长哦底下搭个宽裤也非常的好看 那另外就是他的翻领设计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翻领设计他的领片比较宽的关系 所以女生穿上这个外套看起来脸就会比较小 还有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暗扣处理 所以如果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翻领拆下来也就是增加了他的实用性 再加上侧边的流苏呢不但有这个民族风的感觉 还可以修饰我们女生肩膀的线条 所以这一款真的非常值得你收藏的 那高颜值的外套二号候选人呢也是我的爱牌 来自SAKAI ABU千灯式的作品 那这一款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异材质拼接 所以异材质拼接混着军装风的元素也是今年很重要的重点 上面的这个毛领跟底下的刷毛呢虽然都是蓝色 但是他是用不同的一个质感出做拼接 那还有在侧边的地方呢 有一点像是我们男生会穿的这个MA1飞行夹克的味道 那蓝色是非常稀有的拼接款式 再加上我喜欢他的这个暗扣设计 比方说他在100的地方呢都有暗扣你可以自由的把它打开来 如果女生底下穿A字裙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不会行动不好 那另外就是在内部的地方呢也有两条这个排链的设计 所以你也可以选择你的身形你的搭配去创造出不同的一个时尚态度 如果你喜欢正式风或西装风格的话呢我手上这一款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他是来自MM6我们就知道他的解构主义呢非常的强烈 他把这个西装的内里做成像外面的感觉 外面做成像里面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创意 然后呢后面的地方甚至有车缝线 那在侧边的地方呢甚至有很多的这个步标缝在上面 所以他就会告诉人家说我没有拘泥过去时尚的游戏规则 我可以创造我自己的味道 那我很喜欢他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他本身的这个V字区呢 他是没有领片的所以女生穿上去的时候里面搭衬衫搭T恤都会再有一点点休闲的感觉 背后的地方呢也有一个可以让你的身形显瘦的这个绑带的设计 整体来讲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个解构主义时尚前卫的感觉 那第四号候选人呢我们又回到皮衣了 你没有看错他是女生的皮衣当然男生也可以穿了 今年我觉得皮衣最重要的就是有一点点老爹风 那这是来自纽约的知名品牌COACH 他特别跟这个美国最知名的皮衣天王Scott合作 所以他是用Scott的这个联名皮衣上面的这个皮料呢都是非常顶级的 那Scott这个品牌大家应该听过最有名的就是当年那个好莱坞的明星马龙白兰杜 他在飞车党里面穿了那个很帅气的皮衣以后呢 所有人都想要入手这一种皮衣喔 那这款皮衣大家看到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的落肩的地方喔 他的肩章是往下掉的 所以穿起来会再有一点点oversize再有一点点这种休闲 然后不羁的一个狂放的味道 那另外就是在皮革的设计上我也觉得他是属于一种比较有老味或者是老灵魂的态度 所以女生如果你喜欢复古一点点帅气一点点的话 这种oversize的皮衣今年千万不要错过喔 第五位高颜值候选人呢就是他不对称的外套 你可以说他是军风外套也可以说他是格温外套 因为不对称也是今年很重要的时尚关键词 这个品牌呢来自我的好朋友设计师穿导姓美的阿乌拉艾拉 那这个品牌呢在东京是非常知名的喔 非常多的女艺人都喜欢穿他 包括了石渊聪梅啊还有一些名渊贵妇等等 那这一款我觉得很特别很精彩的地方是 这一面是威尔斯亲王的毛料 那另外一面呢又有点点像这个军装风外套 然后特别是在衣白的部分呢 上下是有一点不对称的一长一短 所以穿起来的时候就很有风格 我觉得如果里面不知道穿什么 其实一个简单的白T恤搭配他 再搭配一个很帅气的牛仔裤跟马靴 我觉得就OK咯 第六位候选人就是大衣喔 那我觉得驼色大衣是在冬天永远不会退流行的 他一样是来自纽约的coach 除了经典的剪裁以外最特别的就是他的扣子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扣子很像是我们 我们复古零钱包上面会出现的扣子 还有口袋的地方更可爱 口袋的地方呢除了外面有一个显性的口袋 可以让你的双手温暖之外呢 你放一些零钱的话也可以在这个 阿嬷零钱包的开口里面打开来 然后把一些自己的零钱或小物放进去 在这个经典里面又充满了一点俏皮的感觉 询问度会非常的高 所以穿这一款也是很好搭配的喔 第七位候选人呢就是皮衣加封衣剪裁的大衣 这一款一样来自MM6 从正面看呢是很经典的剪裁 可是在领口还有袖口还有袖笼的地方 非常的特别喔 因为他是做出有一点像泡泡袖 以羊腿袖还要夸张 这边非常的宽 所以女生如果里面穿oversize的卫衣 穿上他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另外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 他的皮革呢料子非常的软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天气是穿得住的 穿上他是不是有一点像那种黑白电影里面 好像很神秘的这种在街头穿梭的一些时尚女郎 会穿的这种态度呢 所以如果你喜欢皮衣 如果你又喜欢风衣一定要入手他 第八位候选人比起前面的看起来更浮夸 对不对 他是来自我的好朋友周玉颖的作品 那我们都知道玉颖呢 他是第一位要上纽约时装周的台湾设计师 非常的了不起 那他在前几年除了自己的主牌以外呢 也推出了Luxury Garbage这样的副牌 这个副牌最重要的精神就是 你看到的所有衣服呢 都是来自于回收的作品 去重新剪裁拼凑出来的 所以我非常佩服玉颖的创意 你看背面呢很像是台湾庙宇的这种神像 把它做成一个刺绣 比较可爱灰鞋的感觉 那在侧面的地方呢 又做出了非常多的军装风 跟这个纱线是用红色去做一些刺绣 然后呢在正面的地方甚至有很多的口袋 也就是我觉得玉颖在设计的时候 他除了很重视那个概念以外 他也重视穿上去以后的实用性 这一件呢也是前阵子台北时装座里面 压轴出厂的非常厉害的一件 刚刚都还没介绍羽绒外套嘛 所以羽绒外套来咯 他就是我们的第九位候选人 来自Uniqlo跟Jobsander联名的 PLUSJ今年最新的款式 那今年的最新款式呢 我觉得延续了Jobsander他本人的风格 就是低调里面再加上一点点色彩的那种拼接 所以呢远看可能是一个统一的这种深蓝色 再加上一点点橄榄绿 但是近看呢你就会发现到他的细节非常的特别 有些地方是亮面有些地方又有一点点雾面 那个光泽感穿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态度非常的帅非常的好看 我穿羽绒衣的时候有个建议啊 因为他会比较膨胀的关系 你就让他尽量做出你身型的oversize 可是底下的部分呢 你可以穿上窄管裤或者是比较窄身 或者是铅笔裙的一个造型 那看起来呢就不但不会显胖 还会非常的有时尚态度 第十件高颜值啊我觉得男女兼背哦 就是来自Barber的飞行夹克 和油布夹克那这间Barber呢 看起来是跟他过去的Barber 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他跟意大利的CP Company联名合作 推出了这款最新最潮的款式 很多人说Barber我听过 好像蛮高级的 但它到底是什么 跟大家解释一下哦 Barber呢 他是唯一一个得过英国三张皇家认证的品牌哦 他最强调的就是 他本身是用这个上蜡的方式呢 制造出油布夹克防风防水 在当年呢19世纪的时候 那时候科技或者是那种纺织业 还不是非常的发达嘛 可是他们就创造出了这样的一个款式 所以深受英国皇室的爱用 那在这一季呢 他们又跟意大利的品牌做联名 所以会增加一些比较有趣的元素 比方说呢 正面除了有很多的口袋 增加它的机能性 然后在领片的地方是真心容之外呢 它在帽子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护目镜 戴起来非常的酷哦 但它也真的兼具了这个实用的感觉 还有一个地方呢 是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袖口的地方 有一个视窗 这个视窗呢就是专门放手表 可以看时间的哦 所以如果你喜欢很潮 但是又要经典 潮又要经典我怎么选呢 其实Barber这款联名款 男生女生穿都会非常非常的有态度 虽然我刚刚已经介绍了10款外套 可是我觉得还不够 因为还有一位高颜值在我手上 就是他Simon Rocha的作品 这位混血爱尔兰跟中国的设计师呢 他的作品现在在全球的时装圈 都炙手可热 很多的好莱坞大牌 都希望能穿上他创作的华服 他的设计里面呢 最有名的就是荷叶边了 所以今年的秋冬不例外 他在皮衣上面也做了很可爱的荷叶边 再加上一个气球状的造型 所以穿起来是非常的有态度 那我觉得比较好玩的地方是 你可以看到他这种荷叶边的剪裁 配上比较硬挺的皮衣 这个一定要有很好的工艺 才能做出来的哦 所以如果女生你想要晒IG 告诉大家你很有品味的话 穿上这个皮衣 保证至少按赞超过1000个吧 好的 今天介绍了超过10件的外套 不知道在你心中最高颜值是哪一套呢 欢迎随时告诉我 那要告诉我怎么做比较好呢 就是要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呢开启小铃铛 还有追踪我的IG跟脸书粉专哦 那我们时尚下游群 下次见咯 拜拜